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將這個銅粉 跟氧化心一起加入沒有反應 那代表什麼 代表銅它的活性小於心 那鐵粉跟氧化心也沒有反應 代表鐵 它的活性是小於心 現在它說 它要知道它們的活性大小 現在就是這個要做個比較 你要弄個實驗來辨別它們 比如說你用氧化銅 加那個鐵 看會不會有反應 那這個沒有反應 因為什麼呢 因為 鐵的活性比銅大 這個會有反應 這個東西會有反應 這個 兩個鐵 三個 所以這個應該多少 應該這個是三個 所以變成是3CU 加上三氧化的鐵 歐斯里 這個會有反應 那你就知道鐵 它的活性就大於銅 就是你要再做一個實驗 關於什麼呢 關於鐵跟銅之間做比較的實驗 好 那麼它說 需要再操作下列哪一個實驗 我們看A選項 銅粉加上鐵粉 這個沒有用 這個在密閉起來 跟外面的氧沒有接觸 這個沒有用 這樣看B選項 氧化銅粉 跟鐵粉 這個可以 這個就是剛剛我講的 這個一做的話 你就可以辨別什麼呢 辨別它們的那個活性大小 這C 大於什麼呢 大於鐵 鐵的話大於銅 活性 再來看 C顯像 他說這個 氧化銅粉 加上氧化鐵粉 這個也沒有用 這個也沒有用 所以答案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B 他應該要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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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要選B